有些人就说我不能说是自卖自华 就是赞老师赞好 现在毕竟就犯错了 这犯法是说的 在那里边的好 在那里边我们来 什么都能把发展都放 是吧 所以就肯定不能搞掉 无论如何就不能搞掉 当时我只是想到什么呢 不懂本身学问有一点小 不想的就是说或者说赵老家 只是想的就是说不冒别人的品牌 如果要是知道情况 我不可能去做这个事情 经过这些方面了解的 就是也认识到了就是这个法律 支甲分子将会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 怎样选购正规防火涂料类消防产品 首先呢 查看一下它有没有检验报告 就是国家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 第二个呢叫我们要看那个 它的检验报告和这个 实在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型号是对应的 包括它的外观 因为外观或型号不对应的话呢 可能就会存在伪造的这个嫌疑 人们都知道水火无情 而以火灾而酿成的一幕幕人心悲剧 却在不断上流 消防产品打假行动 任重道远 对产品的使用单位 以及我们的老百姓 也应该对这些东西有所了解 对这些常识有所了解 那么我们家里啊 家庭 你包括我们选择一个灭火器 在厨房 你应该选择质量好的灭火器 真正在关键的时候 那么配上用场 保护咱们自己家的财产 包括那更不用说身体安全了 这就是我们觉得最需要的 为了不再使那些不堪回首的痛苦往事重现 为了让那些在火海中失去的灵魂 唤起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 让肆意践踏生命和财富的火魔 远离世人 杜绝生产使用假冒伪劣消防产品的 红色警戒 将时刻响彻云霄 我们赋予这个工商机 这个资料监督等有关的部门 一定要加大在这个 假冒消防产品的这个预防 和打击 防止这个假冒消防产品 这个流域市场 安装在这个建筑物上 影响人民生命财团的安全 同时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这个单位和企业 一定要按珍贵的投机 购买这个消防产品